最後返工的機會 建議主題 我的答案是B 所定 挪威不是海盜國家嗎 那個是很久以前啦 現在北歐大家都認為是很安全 帶爸媽媽去啊 去坐郵輪 北歐很安全 是 阿拉伯不安全 阿拉伯因為他是那個 就是伊斯蘭教國家 我覺得對女生 還是會有一定程度的一些 歧視 不太敢說歧視啦 但是他們人家文化的一些 就是對女性 可能會比較有些規定要求 那可能在這裡 挪威的安全指數高嗎 切一切腳 過了這個村沒下個店啦 好 不得不說啦 其實我們兩個選項 都是和女性單獨去旅遊 因為挪威一直以來都被大家評為 是世界十大最幸福國家之一 而且其實在挪威啊 這個地方的性別平等的意識很強 並且有很多的這個企業 都是由女性的領導人來營運的 所以其實女性如果要去挪威 獨自旅行是非常安全的 不過其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呢 它的這個安全指數又再更高了一點 因為他們其實當地的女性受教權 女性的金融普惠權 以及他們的女性也都說 有將近九十八到九十九%的人 認為晚上深夜自己在外面 一個人行走 她的感受上還是覺得 治安非常的良好 非常的安全 所以因此被評定為是第一名 達立選轉移 洪國際準備 請出代理 疫情使大眾的網路用途 隨之改變 根據2023年調查 民眾最常使用網路 關注什麼議題 A 金融與儲蓄 B 旅遊資訊 我選B B 旅遊資訊 這種就是一二名的 這個 其實我本來想選A啦 因為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在家裡 可能因為錢也沒地方花 所以就 就一直想說要怎麼儲蓄 要怎麼理財 對不對 不是疫情有很多那種 很厲害的金融神通 突然冒出來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但是 可是我疫情的時候 我都在搜尋要 疫情結束要去哪裡玩 所以最後還是想說選B好了 我覺得合理 可是2023年 是2023年 如果是前兩年的話 這我會 前兩年我一定會選B 可是今年的話 大家的關心是 那六千塊的使用 這樣子喔 對 他 他那個也往往程度來說 也算是基隆有儲蓄 那他寫民眾 他沒有寫台灣民眾 他直接想念過 他還寫全球民眾 選哪一個都有 我們的兩行 我們在兩行字 可以讓你們有各種解讀 對 請介紹 好 一定會出乎大家所料喔 其實呢 茶茶旅遊資訊 居然只在第九名耶 那其實呢 在這個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在上網的第一名 大家最想使用的 就是在網路上 看一些影音的東西 畢竟在下太無聊了嘛 當然就是一直看 網路上的這些影片 那等到呢 疫情逐漸逐步解封之後呢 其實來到今年 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最常呢 再進行一些網路的投資啊 網路的金融啊 也就是希望呢 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可以提升自己的財富 好了 我們來到黃環期的審商 最後二十八秒 快的話有兩題喔 是 你知道三萬塊跟八萬塊的獎品 差多少嗎 我知道 對不對 請出題 我答案是A 我答案是A 準備 用這個來烤它就太不應該了 為什麼不是果乾啊 其實果乾我想的 反而不是糖度的問題 本來想是對腎臟負擔 因為糖尿病患者 其實很多腎臟功能 都之後都會出狀況 所以呢 因為在醃製果乾的時候 它本身可能 就算不... 不管是糖或鹽的 那個使用量 真的會稍微高一點 怕對腎臟負擔重 我想的反而是這個道理 果乾是整個放在那個 烘乾烘烤機裡面耶 我講的是那種 不是那個水果 它不是蜜藉那個果乾耶 可是商生一般不會這樣做啊 商生不會做 不會幫他烘乾機裡面做啊 我老婆在做果乾啊 我家有在種商生啊 或者是就沒有人 會把商生拿來做果乾啊 商生一般 你今天在胡言亂語 你就會變人乾 我跟妳講 謝穎介紹 許家山 你想不到她會回來吧 完全想不到 你想不到她會回來吧 對 好 其實商生真的是滿特別的 通常來講呢 我們都會覺得說 水果呢 吃新鮮的最好 那有時候 為了要增加它的保存期限 我們會把它做成果醬 可是呢 做成果醬的時候 裡頭會加太多的糖分 所以反而非常的不適合 倒是喔 商生呢 如果你把它做成果乾 它裡頭的營養成分 百里蘆醇呢 會比它本來的鮮果 高出二點五倍 而且呢 如果你把商生拿去榨汁 它的這個果渣 千萬不要把它丟掉喔 因為商生的果渣裡頭 它的花青素的含量 也是呢 鮮果的二點七倍 更是商生汁的十倍之多耶 許家珍 今天的最後一題 還要秒答 請出題 請問根據研究指出 穿著哪一種衣服的人 比較容易會吸引蚊子 A 淺色 B 深色 現場三秒 B B 鎖定 時間剛剛好 這應該是什麼問題了吧 對 對 Command sense對不對 嗯 我覺得是啦 對 請 接下 恭喜台北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在夏天的時候的蚊蟲非常的多 那你要避免蚊蟲的叮咬呢 其實有幾個這個秘訣 一定要掌握住 一個呢 就是如果你是體溫比較高 然後比較容易流汗的人 他真的也比較容易會想要去咬你 而且其實蚊子他們比較喜歡 停留在一些入光的背景 也就是比較深色的地方 如果我們穿深色的衣服 他本來就已經比較喜歡 用入光的環境 同時穿深色衣服 容易會吸熱 所以你的身上的體溫 也會變得比較高 二氧化碳也比較難 把它排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蚊子 就容易會叮你囉 那如果被蚊子叮的話 建議大家 因為蚊子會留下一些 酸性的唾液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可以用 鹼性的肥皂去做沖洗 就會比較有中和跟質癢的效果 梅翔妳是Keyman吧 Keyman 我覺得我很衰 今天是Keyman 不好說 更可怕的是 沒有提示 好 兩千到兩萬 有歸零 請選擇 我選擇 聰明 漂亮 答對了 整個太厲害了 妳最喜歡按的三號不去按 按四號 漂亮 恭喜歸零 我的天啊 對不起 是不是超好 三萬元 最後王冠祺 童元宜 恭喜勝出 送給這兩位 什麼臉屋啊 好 我們要送給你們的呢 是Tiny 無限智能電解水儲菌洗地機 洗地機加上吸塵器二合 一掃吸拖洗儲菌 高速運轉的刷 乾濕藏物都刷得起來 一件智慧自動清潔 免出熟悉的混濁 還有三十分鐘的長續航曆喔 送給兩位 謝謝 好的 因為你的智慧 掌握住每一次的機會 才能創造獨一無二的命運 隨便來說 我們今天晚上九點 請準水令 全民新攻略 拜拜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 一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